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说相声就是因为你是北京人对不对 对 我一听听得出来 就说相声它还是有个节奏的 而且它有个调调 我觉得刚 其实是 对不对 所以你一开口我还是听得出来 那我们说到这个水木相声社 我相信观众和我一样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一定和清华大学有血缘关系 对 是这样 因为你们这个除了你还有其他两位联合创始人 都是这个清华毕业的 对我们两个主要的联合创始人 都是加上我 就是我们三个都是清华的校友 然后前后相差不超过四年 但是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就不是都认识 也是到纽约以后才熟悉起来 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相声社 你们又是如何最初开始筹划 并且组建相声社的 最初说相声这件事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别的特别重要的兴趣爱好了 就是喜欢说相声 就是听相声 就是听相声声声 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 那么上了大学 尤其是上了清华以后 就是有机会在清华取一队学习并且说 然后也感受到在台上说相声的这种快乐 然后我就一直就放不下这个事了 之后在美国 波士顿也说了很久 然后到纽约 找到工作到纽约以后 就觉得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然后给自己有一个舞台的 找一个舞台 搭建舞台去说 是吧 没有机会 创造机会也要说 就是这样 当时我刚到纽约的时候 就是在清华校会的活动上 结识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创始人沈斌 就是随便一聊天就发现 他也特别喜欢相声 他也是从小跟我一样 就是MP3里边只有相声 没有别的 然后说那我们一拍即合 是吧 这个成立一个相声社吧 就是最初的想法 就是这样成立的 然后当时另外一个创始人王卫 我知道他是原来跟我们一起 在取一队这个说相声玩的 然后他就在纽约 但是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说过 后来我就又把他找到 我说我们三个人一起 来弄一个相声社吧 然后在这边就成立了 我们三个人就成立了 当时是2016年的下半年 这个就是一边就开始筹划 准备什么时候上节目 上个什么节目 就是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现在 因为已经发展了 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了 到现在你们的会员人数多少了 我们现在在演员和观众 加上后台的工作人员的群里边 一共是50多个人 然后活跃的演员加工作人员 大概是30来人这样子 那你们比如说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我想可能像你们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 是不是也有学生 那个会员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演员会员吧 是工作和学生是一半一半 差不多 一半都是在这边留学的大学生 听说最小的是高中生 最小的是高中生 现在还没有毕业 对 加入进来的时候 骗我说马上18了 就过了三年刚18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可能不识数 然后最大的 岁数最大的 可能已经到加州去了 现在可能应该是 最老的就是王位同学了 但是其实也很年轻 因为你自己都是这个87年的 对 我们就算是这个青年 像上票友吧 对 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工作的这些人 也是各种背景都有 很像我是学这个 我学化工本科 但是后来学兰别 现在在这个布鲁克林一家公司 做建筑节能的这个项目融资经理 然后算是工程加金融这一块 那么我们的社员里面 你像王位是做生物的博士后 还挺厉害的 发了好多文章 然后做金融的 做IT的 然后很多 我发现就是你们的专业里面 理工科的 好像反而还很多 为什么理工科 而且是男生会对这个中国 当然相声一般都是男的讲 是吧 在我们这还不太一样 对 您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这个对于男生女生 这个问题可以先说一下 这个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吧 这个男生说相的多 那也是从旧社会研习过来的 当然我到大学的时候 包括在波士顿 包括在纽约 现在就是我们女性的社员 相声演员漂友 也很多 然后尤其是在波士顿的时候 他们会有很多特别好的 特别出色的女社员 他们说相声都很有女性的角度 然后会给了我很多的震撼 就是说不光是说女生会去学一些 传统的相声 包括她们自己心血 有很多视角非常不一样 很有创造力 对很有创造力 然后就给你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体验生活 那特别有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男生女生之间 说相上 这个不是只有男生 这是刻板印象 然后至于说这个背景来说的话 我目前为止没有发现 就是从理工科和文史这一类的 有那么大的区别 因为喜欢相声这些人的性格都特别明显 就是特别逗 特别没溜 特别不正经 都是外放行的 都是外放行的 那这个跟他们学什么专业 其实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像理工科的人去说相声 有的时候 你就看有的时候 他这个会有一点那种感觉 就是不管是从技巧上 还是从写作上 有一点这个模式化的感觉 就是很愿意这个说比较规矩的东西 那这个文史类的 学金融经济类的 他们的这个思想就更外放一些 舞台上的这个风格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 就是 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就是我目前感觉是有这么一点感觉 因为这可能和自己这个知识体系 或者说这个认识有一定的关系 好像有一点联系 思维方式有一定的联系 跟我说之前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就你自己来说 因为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像这一代年轻人 是如何和相声结缘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当代 各种各样的这种文艺娱乐方式 都是入侵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你们单单选择了相声 而且如此执着 因为在海外 我们都知道留学也好 工作也好 其实挺不容易的 是 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也是分年龄层来说的 对 你像我王位 我们这种80后 从小是听这个磁带 看电视 这样长起来的 那么我们对于相声来说的话 就是 我也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性格的原因 就是喜欢这种搞笑的东西 就是喜欢这种 这个娱乐大众的这种形式 那么在我们的小的时候 可能像综艺节目什么的 还没有很多 那就是相声就是比较外放型的这种幽默了 我特别喜欢相声 我特别喜欢听 特别喜欢看电视 那他们天津的同学就很正常了 因为天津从小就有这个土壤 是吧 这个演出的形式一直没有断 在天津 那么他们从小就是有广播 然后有这个茶馆可以去 像我在北京的话 其实一直有茶馆的演出 但是很少 小的时候也接触不到 好像是在北京那个时候 我的印象当中 笑声的氛围并不是那么浓 不是很浓 不如近十年 不如最近 那么你像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经过这个个性筛选 不过就是喜欢相声 从一而终 那么后来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在波士顿学习 比如我是读的MBA 然后当时的本科的一些小朋友 就叫小朋友 他们都是后来听着国内德云社 郭德纲老师 他们说相声来进行娱乐的 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相声的世界 那么当然其实你真的喜欢相声的话 也是因为个性使然 不会是说觉得 郭德纲老师特别有意思 我也试着追一追 他不是因为人 而是因为性格上 喜欢相声 喜欢娱乐大家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像这种个性保留到现在 你去看 他们就不会被很多 现在各式各样的综艺形式去 怎么说呢 去左右 干扰 对 都会喜欢脱口秀 都会喜欢这个小品 都会喜欢相声 与原类的 对 与原类的 然后喜欢这个搞笑的综艺 不知道是生活太艰苦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由这个听相声 转变成自己说相声 因为欣赏和说还不一样 很不一样 这个正式的第一次说呢 其实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之前小学中学也尝试过 但是都很失败 自认为很失败是吧 背下来 然后就上台去讲 没有技巧 然后这个也窃场 直到上了大学的时候 在清华取一队 其实受的是比较 比较专业 比较正规的训练 当时我们取一队 也有一些比较 专业程度很高 经验很丰富的演员 他会 就是学长 他们会教我们怎么说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大一的时候 在取一队进行训练 训练力学期汇报表演 说的还是很差 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感觉 我喜欢相声 喜欢了十七八年到现在 真的是十七八年 从小不计事开始就喜欢相声了 喜欢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有机会站在台上去 表演一下 说一下 然后也确实能把观众逗笑 那个感觉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我就觉得 哇塞 这个终于有一天站在舞台上 然后去表演这个东西 然后能够 真的能够逗到大家笑 那将来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进行表演 所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花了更大的力气去练习 对 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其实训练的 还挺艰苦的 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就学像什么 对 都是到了大学开始进行 这个相对正规的训练 那么在清华的取一队 我们是一个相对正规的学生社团 然后我们也是 其实去 这个当时在清华有个叫艺术团 然后我们是取一队 那艺术团里边是有学分的 每学期有一学分的这种课 对 然后训练时间是在周日的晚上 六点半到九点半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当时在整个四年 我就不知道礼拜天晚上 这个学校里边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永远在训练 永远在这个 这样 我们把更多的故事留在下半段再说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之前呢 也为我们介绍 说在这个清华取一队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艰苦的 对 因为每个周日的晚上都要训练 是的 当时就是每个周日晚上去训练 然后 但是经过四年的这个训练 然后表演 经常有机会上台 然后不管是学生活动 还是我们取一队办的专场演出 有机会上台 有机会去说 面对几百个观众 这样子 然后包括夏天的时候 冬天夏天 暑假寒假 我们都为期一周的寒训和鼠训 然后就是提前到学校 开学之前到学校一个礼拜 每天是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这样子12个小时的训练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 会去给军训的同学做慰问演出 非常锻炼人 一般就我所知道的 这个票友的这种 我们业余爱好的这种演员 很少有机会说高强度的去做演出 大多数可能就是到一个茶馆里边 园子里边去给大家观众说 但是像我们那种就是每天都演 然后这个在露天的演出 因为是军训嘛 然后露天的给大家演出 这个条件也不一样 但是学会了很多跟观众怎么样去互动 怎么样去根据现场的情况做调整 又学会了很多这种技巧 那来到美国之后呢 我相信来到美国之后 观众的这个 受众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 观众群体不一样 那在项上里面我们特别讲究 就是根据观众的构成情况不一样 然后对段子和内容和表演进行调整 非常讲究这个事情 那来到美国之后 你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 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 其实还不是在波士顿 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是在休斯顿 当时为了找工作 到休斯顿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面对的是学生群体 那一次的给我的感觉就是 大家相对更成熟一点吧 然后不像学校里面 那么在对于学校里面的这种 怎么说呢 包袱 就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他们会对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是美国生活里面的一些笑话 笑料 比较有反应 比较有反应 感同身受嘛 跟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他们就是观众嘛 通常都比较喜欢 跟自己生活贴近的内容 包括当时我的搭档是 休斯顿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学长 然后我去调侃他 观众都很高兴 那当时我也意识到就是说 向上的发展除了像这个 从老的这种段子里面 学习很多精华以外 内容上表演形式上 也要进行一些创新 包括因为当时就感觉到了 像综艺的很多综艺都会有 主持人互相调侃 然后互相开玩笑 大家都很喜欢 那这种形式 带入到相声里以后 也非常有用 观众也很喜欢看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再后来我到波士顿去演出的时候 面对的观众 这个群体就更复杂了 除了学生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 像我这种所谓的 Young Professional 是吧 就毕业以后工作的 包括在波士顿住了很多年的 华人都有 然后这种群体里面 大家当时在波士顿 给我的感觉是 因为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到纽约到波士顿去留学 然后他们会 就是受的教育也比较西方化 然后这个学历也相对高一些 对于一些这个时事也更加敏感 然后他们就对这个 怎么说呢 相对来说需要绕弯的这种包袱 特别的感兴趣 当然同时也是一直对日常生活的内容 很兴奋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这种调整 跟我在学校里面 原来去讲的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创作的几个 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根据这些作品跟我们讲讲 你具体的这个创作的方式 这个项上创作也分几个层次吧 第一个层次就是 根据就是在老的段子的基础上 进行一些微调 那么我第一次尝试 其实就是做的调整比较大的尝试吧 是在纽约的第一次演出 是在2017年的 这边的高校联盟的春晚上 对 当时跟我的搭档沈斌 我们两个人 其实是说了一段传统的像什么 舞坠子 那个我还是比较擅长 但是前面的部分 我们加了很多这个调侃审兵的内容 然后加了一些这个 因为他是在这边 当时是在谷歌上班 非常有意思 对 非常有意思 对 然后加了很多调侃程序员的 然后他还调侃我是修锅炉的 然后就是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这样我们来看一段 可以看一下 来到处我们切一下 特别高兴啊 今天能到这儿来给大家演出 大伙儿可能对我们还不太熟悉 没错 先做个自我介绍 应该介绍一下 我叫郑辰 是他 是一个相声票友 之前呢 在清华取迪队 还有这个波士顿的浮云相声 演过那么几场 说的不好 您就操个听 各位 这位郑辰呢 他虽然是业余时间表演 可是功力呢 是相当的专业 没有鼓掌 舞台经验丰富 基本功扎实 过脚 好评无潮 是粉丝众多 很贵啊 很贵 是一个有可多得的 实力派向之间 哎呦 学长 您这个话说的呀 都对 你看 所以就来劲了啊 开个玩笑 我就是学点皮毛 关键还得介绍我身边的 哎 到了 沈斌 是我 他是我大学的学长 没错 我跟他可比不良啊 哦 是吗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 真正的 嗯 灰奇的 啊 程序员 哈哈哈哈 程序员像他吗 鲁哥的程序员 那也不行啊 智商高 体格好 挣钱多妹的少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想要在做表演啊 你得介绍一点我 跟表演相关的 哦 您跟表演相关的 哎 没有 没有相关吗 您没有什么真正上台演出的经验 别啊 宗学是没少上台表演的 嘴 中学能算啊 您中学哪个中学你们都不往简历上写 对不对 哎 缺少真正上台演出的经验 不像我们这种 嗯 实力派的剑 哈哈哈哈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啊 我还是可以走偶像派的路线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 刚刚我们看了这一段哈 我觉得 怎么说 因为是你们的这个首次亮相 在纽约的亮相 哎 所以你们之前的这个自我介绍 我觉得加的特别妙 而且给人的印象也特别深 把你们各自的特点呢 又都表达了出来 对 当时就是 就是我们尝试 因为是第一次在亮相嘛 其实是 不光是我们俩 也是整个社团跟观众打招呼 见面的一次 对对对 所以要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相声言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就一定要懂这个比较硬的包袱 然后比较这个观众能够 这个这个能够有互动有共鸣 哎 有这样的包袱 那当时我们就选用了这个两个人自己的这个工作 作为这个切入点 背景介绍 既介绍了我们自己也跟也用这种内容跟观众拉近了距离 其实当时也确实是就这几个包袱在全场来说观众的反应也是最好的 对 然后这个是我进行的第一次创新的这个这个这个尝试 再之后就开始写这个 我我我其实也是同一同一年 然后大概是在17年也是春节吧 春节当在其他的演出上 我开始演了第一次 就是那个是我从清华开始学到到那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写出来的这个段子 自己创作 自己创 自己完全原创的一段 那个那个那个段的叫护花使者 现在可能视频还真的找不到了 当时是根据这个传统像是大保镖的一个创意改过来的 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讲的是在纽约开了一个保镖公司 然后护送女生回家的这么一个故事 你听着就就就很纽约 然后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场景 包括内容 包括创业的这个人的心态 都是纽约的心态 跟加州的还不一样 就是完全写成的是一个纽约的这么一个事 但是蛮奇幻的 然后当时进行了表演 然后后来也是反映很不错 大家听得非常新鲜 是吧 没有听说过这种脑洞 觉得这个还挺成功的 再后来这也就是坚定了我说 继续创作跟纽约相关的段子 那其实这个事也是很自然 自然而然的 因为如果你要在纽约去表演 去说相儿的话 一定要跟当地人的生活 跟当地的去做结合 然后大家也会去欣赏你的这些内容 你跟他们有最大的共鸣 是吧 娱乐观众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水母相声社从成立到现在 虽然时间不长 才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 但是你们在全美已经进行了上百场的演出 对 突破一百场 而且就是纽约几乎这个大型的演出 你们都有这个参与过 很多 对 那我也想就是问问你 就是在纽约演出那么多 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还是观众的这个欣赏水平 还是很高的 因为不管是在北京 我演出还是在波士顿 大家的这个对于相上表演 或者是对于整个这个演出的期待值 相对来说低一点 但是在纽约不一样 纽约的话 大家平时都是看这个音乐剧 各种这个艺术展览非常的多 然后音乐会啊什么的 水平也很高 所以纽约是一个艺术城市 尤其是舞台表演这一类的艺术 非常非常的多 百老汇 对吧 那么大家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表演 他的期待都非常高 那么我在表演的时候 就是除了说感觉 大家对于纽约的这种当地的段子 很有共鸣之外 那么观众对于我们相上演员 讲究的这个语言技巧 包括 也有非常高的 也有非常高的欣赏要求 就是像灌口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就是灌口是比较明白的 大家都容易看懂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唱啊 这个嗓音好不好啊 就像这种这个比较好欣赏的技巧 大家的要求都非常高 然后呢 如果你有 你能把这个东西说得很好 大家的这个反响非常激烈 那比在波士顿的时候 或者比在北京的一些场合 要好得多 大家很认可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 这个是项上我们 比较主打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个技巧型的 传统的项上或者是新项上 它这个里面包含的这个内容 主要是表演技巧 观众也很吃 那如果是你在创作上 跟纽约相关的新的内容 观察生活得来的 观众也很认可 内容上和技巧上 内容上和技巧上 对 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些大型演出 包括这个今年的中秋 你们已经办了第四场 第四次的专场演出 大型专场 除了大型专场之外 其实你们还有定期的 这个小剧场活动 我们还有小剧场 对 大概什么时候举办一次 我们的小剧场是 现在是隔两周举办一次 两周举办一次 差不多是两周举办一次 大家都可以就是去听 对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 做广告 水木象征社 我们在年常总是会发布 这个小剧场演出 然后小剧场演出 我们在东城 这个多的一个城市 因为下午上 大大的演出 对 怎么办 那么 那么 这也还会有点 还算是 的 这是 有点 几下 你们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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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